认识乳癌 乳癌的症状 早期乳癌大部分是无症状 常见症状有无痛性肿块 乳房外观改变如凹陷或突出 乳房皮肤有橘皮样的变化 湿疹、红肿或溃烂 乳头有异常分泌物 乳头凹陷、腋下淋巴结肿大 乳癌造成的可能原因 乳癌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以目前社会来说 缺乏运动、过度肥胖、高糖、高油饮食等 都是现代女性容易引发乳癌的原因之一 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家族遗传影响 导致罹患乳癌的几率比一般人还来得高 乳癌如何预防、饮食控制 1.减少摄取动物性脂肪 高值饮食会增加乳癌发生的危险率 2.增加蔬菜、水果、纤维量之摄取 纤维能阻止身体代谢致癌的动情激素 也能降低血液中动情激素 高鲜饮食可降低乳癌的比率 3.多吃十字化科及青葱科蔬菜 多吃十字化科蔬菜 如花椰菜、高丽菜等 将身体中的动情激素由癌症又发型 转成抗乳癌型 多吃青葱科蔬菜 如洋葱、青葱等 青葱类所含的物质能刺激及中和 引发癌症的自由基酵素产生 青葱类食物含造素可预防癌细胞增生 4.多吃深海鱼类 多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 可有效抑制前列腺的作用 如鲑鱼、鲑鱼、雪鱼等 5.多吃大豆制品、菇类及多喝绿茶 大豆内含天然的植物性动情激素 菇类所含之多糖类能活化免疫系统 绿茶含抗癌的抗氧化物极多分类 可降低身体被自由基的伤害 以上皆可减少罹患乳癌的几率 乳癌如何预防? 生活习惯调整 1.保持每日运动习惯 2.少摄取高脂肪食物 3.放轻松、保持心情愉悦、减少压力产生 4.定期做乳房检查 5.避免太晚生育 乳癌如何预防? 定期乳房检查 1.每月乳房自我检查 每月月经来的第5天至第7天选一天做自我检查 令停经后妇女则每月固定一天检查即可 2.45岁以上的妇女两年一次乳房X光摄影检查 结论 早期发现异状不仅能提高存活率 治疗效果也较佳 所以平时因定期自我检查 就能及早察觉乳癌征兆 乳癌并不是绝症 做好心理调试 亲友与家人应给予陪伴及信心 在医师的专业治疗下就能与疾病和平共处